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神 魔神 恶龙 就连带上这些背景的古物 他们也没有不敢下手的 但这一次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去动深渊教团的东西 啊 旅行者 是你们 甘雨怎么在拦截这里 是要发布什么委托吗 你好 我们刚才在聊盗宝团的事 嗯 我们刚才谈到 即使是什么都敢碰的盗宝团 原本也都知道 最好别去接触深渊 因为那实在太邪门了 但我最近从总乌司接到情报 蒙德里月一带的盗宝团南北两大巨头 正准备联合起来做一件大事 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嗯 江湖人称南长子 北怪鸟 啊 怪鸟 我有印象 他在蒙德和安博交过手 但 南长子是谁呢 你知道的不少吗 看来是和盗宝团打过很多交道 没错 黎月一带的盗宝团首领 据我所知 那伙人都称他为大姐头 也有人说他的手艺得到过盗宝之神的恩赐 所以是神之长子 但 这大概只是以讹传讹 左而言之 盗宝团发现一座无人发掘过的遗迹 这座遗迹暗中被深渊教团严密守护着 虽然这是非常危险的征兆 但以盗宝团的思维 只会觉得有宝物 他们制定了计划 派一批炮灰引开深渊教团的兵力 然后只靠一位最精英的专家深入遗迹 取宝逃离 为此 据说大姐头和怪鸟 从丰丹请来了一位大盗宝家 大盗宝家 是个听起来很有气势的称号呢 是的 那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 所谓大盗宝家 在盗宝团的地位 等同于我们冒险家心目中的大冒险家 你们难道在蒙德 见过那位前辈高人吗 没错 大盗宝家的地位和他一样 就是如此崇高 所以 即使是附近一带的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也要千方百计把他请来 拜托他亲自作证 整个盗宝计划 最近离岳遭逢俱变 总务司和千颜军都过于忙碌 没空应对这种 道听途说的盗宝团行动 但 以我的直觉 与深渊相关的事物 都潜藏着未知的威胁 所以 我就想来冒险家协会 挂个委托 那这个委托我们就接下来 非常感谢 不错 真是可靠的协会会员 那么 一路顺风 委托的细节 就由协会来处理吧 是存还是不存哪 不错 这边有盗宝团留下的痕迹 他们果然来这堆遗迹了 我们往深处前进吧 希望干预的情报可靠 这里的守卫好少 看来他们引开深渊教团兵力的计划成功了 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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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盗宝团痕迹 方向应该没错 但是 怎么有种越往深处 越诡异的感觉 小心一点吧 我 我会紧紧跟在你的背后 把这盗的交起来 把这个消沟的馌 G..对不起 你要是 寻找求 这好像是个人 难道是大盗宝家 这个姿势他在对什么东西祈祷吗 那那是 为什么七天神像会被这样盗挂 而且神像手里我记得本来应该捧着一颗宝珠吧 现在神像手里捧着的是什么 好压抑感觉非常不妙 那个大盗宝家也是一动不动的样子 难道说已经 喂你还好吗 他 他死了 我感觉很不好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把情况告诉甘雨和兰姐吧 又发生什么事了 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快 我们快跑 下一项工作室 下一项工作室 神渊的奥秘 不可窥探 如等来此 如等直逝 那么 就应当承担与之对等的代价 前法 由使徒降下 深渊 使徒 戴因 戴因斯雷布 原来如此 本以为你们只是误闯的老鼠 却也与那纠缠不休之人有关 他派你们来送死 他对深渊的反抗 早已陷入僵局 绝不会因为微不足道的波澜 产生新的变数 深渊 无可阻挡 这是什么力量 从来没有见过 当心了 千万不要大意 深渊的潮生 终结的真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白了,原来你就是……那位……这样说来,我便不应久留了 真是艰难的战斗,你还好吧 好强的敌人,原来深渊教团里面还有这么厉害的魔物 嗯?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啊,对,我们已经接近遗迹的出口了,快出去吧 这么恐怖的地方,多待一秒都可能有新的危险 重逢比我想象的来得更早些 呀,是大音 看你们的表情,好像刚经历过什么怪异的事 难道是在那座遗迹里,和深渊使徒打过照面了? 诶?大音怎么会知道? 我仍在继续追猎深渊使徒,也没料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们 倒挂的神像,手中的深渊能量?不,我在与深渊对抗时也没见过类似的事物 但,我有所猜测,先把你们的经历说完吧 你们逃离了深渊能量弥漫的遗迹底层,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接近遗迹出口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深渊使徒拦截了 我们和那家伙大战了一番,说不定他现在还没走远 嗯,机会难得,随我一起追上去吧 走吧,机会难得,还有大音帮忙,说不定这次能解开很多谜题 嘿嘿嘿嘿 开锅了,开锅了,哼,哼 伯伯,哼 开锅了,开锅了 开锅了,开锅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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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些深渊法师,是准备埋伏我们的吗? 不,他们只是在那些遗迹守卫的遗骸里,翻找着什么东西而已 是这样吗,旅行者好像也经常这么做呢,什么混沌装置,混沌回路之类的 不会是这么普通的东西,我之所以在附近调查,就是因为从那座遗迹里,时不时会有深渊法师外出探索 他们似乎是想要从遗迹守卫的遗骸中,找到一件特定的珍贵之物,带回遗迹 不过,看他们失望的样子,至少目前应该还没找到 那么刚才怎么不抓住他们好好问问呢? 我当然没准备对这些家伙仁慈 只是冥冥中感觉到,这件事对整个深渊教团来说,意义非凡 他的真相,不是通过拷问就能得到的,或者说,这些深渊法师,原本就面对着比任何拷问都更深的恐惧 这种汗毛直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好了,别在这里耽搁太久,我们继续追进 我当然要带不乱 这种汗毛直下 我让他们acağız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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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堅持下师傅的枪法 跑起来 跑起来 走开 下一项工作室 风雪的缩影 开锅了 开锅了 哼 驾 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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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行 啊,除了深渊教团,一记守卫在这一带也很活跃呢。 感觉深渊法师蛰伏的地方也经常会有一记守卫游荡,这是什么巧合吗? 世上没有什么巧合,一切都是在久远的过去埋下的种子。 就像那间酒馆里你的出现一样,时间只是等它发芽。 没事,一些不必要的感慨,深渊教团和一记守卫的联系当然不是巧合,应该说是同一根系延展而出的枝差。 根系?枝差?你的意思是…… 他们都源自五百年前覆灭的古国,坎瑞亚。 诶?坎瑞亚?居然是这样?深渊教团和一记守卫,居然是坎瑞亚灭国之后的残余吗? 说到坎瑞亚,那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名字了。 哦,对了,作为向导,我还是跟旅行者解释一下吧,坎瑞亚这个国度是…… 咦?你有记忆,可那是五百年前就已经覆灭的国度。 是吗?人皆有秘密。你没有追问过我时间的事,我也不会追问你。 但若你愿意对我说,我也会听。那么,你所见到的坎瑞亚是怎样的一副景象? 原来那时发生的事,完整顺序是这样的呀。我还以为你一开始就遇见了那位陌生的神灵呢? 嗯。降临此事之后,你最初的复苏,就是被哥哥从陨星中唤醒。 看来你的哥哥比你先行呢,就是不知道比你早了多久。 然后你的哥哥告诉你,坎瑞亚的灭亡导致天变地异,要你一起离开这个名为提瓦特的世界。 坎瑞亚的灭亚?他是这样说的? 你们经历了那次灾变,那是五百年前的事。看来你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苏醒,也是在那个时期。 嗯,这样说来,你的哥哥因为先行的关系,当时比你更了解这个世界吧。 而此事的后续,就是你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位拦住去路的陌生神灵,未能逃离。 嗯,这件事是我听得最熟的呢。 我明白了,当时你刚苏醒,又匆忙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完全不知道坎瑞亚这个地名的任何背景。 但现在对提瓦特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猜想当年经历的那一战正是坎瑞亚覆灭之战,对吗? 啊,这么说来,我们一起旅行的这几个月里,你好像查过不少古籍。 去蒙德前,只看过一些模糊的资料,后来又在蒙德里月各地,收集过一些旧书,你都说用处不大。 原来,你其实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坎瑞亚的事,而且是为了寻找哥哥吗? 嗯,也是,要寻找七神,可以踏遍七国。 有,但五百年前毁灭的坎瑞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呢。 关于坎瑞亚的事,我知道的应该比你们多。坎瑞亚是没有神明的国度。 神明并非死亡或离开,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坎瑞亚的历史。 这是单纯由人类建起的强大国度,人类以它空前的繁荣与辉煌文明而自傲。 神不存在的国度。 而之后的事,也正如你留下的记忆,所有一切都毁于神灵。 你的意思是…… 五百年前,是众神一同降临,覆灭了坎瑞亚。 将所谓人类的骄傲,如同杂草一般,从神明的花园中铲除。 怎么会这样?历史书上都没有提过。 继续在这里谈论旧事,会消磨人的意志。 先继续前进吧。 关于你想知道的那些事,我就在这一路上继续告诉你。 大家加油! 我会跟上的! 我会跟上的! 跑起来跑起来! 跑起来! 尬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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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一技守卫这个名字是现代人根据现代的印象取的 五百年前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们 现在被称作一技守卫的这些机器 当年在坎瑞亚的代号是耕地基 耕地基,好奇怪的名字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所谓耕地基其实是一种代号 当年的坎瑞亚人会为兵器创造代号 土地不是用农具去离的,而是用铁与穴去争夺的 基于这样的理念,耕地基诞生了 用铁与穴去争夺土地 坎瑞亚人居然这样理解耕地 感觉不是什么好的含义呢 在坎瑞亚覆灭以后 这些失去主人的耕地基便纷纷脱离了控制 在漫长的时光中不断游荡 逐渐散落在了提瓦特大陆的各个角落 可能是与同样覆灭了的其他古文明 同病相连的缘故 他们才常常驻留在各类遗迹中 休眠假寐 听上去 感觉很可怜 好了 再深入了解下去 那些细节对你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不论过去如何 至少现在他们只余下威胁的部分了 把他们全都解决了吧 双手发射 开光了开光了 见识下师傅的枪法 风雪的缩影 闲人误扰 诶 从这个深渊法师身上冒出的这段符咒是 难道会是信吗 这股气息无疑与深渊使徒有关 既然戴在深渊法师身上 或许真的会有关于他们行动的信息 可是 上面的文字好像读不懂诶 是卡瑞亚的文字吗 将敌人的信仰作为心柴 为高贵的王子殿下献上荣光 这是 信里的内容 命运的织机 原动计划 他们 深渊 似乎正在执行一个计划 计划的关键词是 命运的织机 目前似乎还在启动阶段 或者说 还在进行最初的实验 命运的织机 那是什么 字面意思感觉是 纺织命运的机器 这么一说 从气氛上讲 那座诡异的仪器和这个计划有关联的可能性很大呢 所以戴因 信里面究竟是怎么讲的呀 我正在读 天马行空的计划 也有些难以理解的部分 怎么 一言以盖之 初步的计划 与漩涡之魔神 奥塞尔有关 漩涡之魔神 是海里的那个魔神吗 不过说起来 他们想要对奥塞尔做什么 嗯 我了解过你们的事迹 也很清楚深渊教团对龙灾的涉足 虽然并非有意为之 但你们确实已经阻止过一次深渊教团的类似计划了 之前是神的眷属 现在是旧日魔神吗 目标越来越大了呢 这一次 深渊也和对套瓦林一样 想要用谎言和咒术来俯视奥塞尔吗 不 从新的内容来看 这一次的计划是更进一步的 不仅是意志层面的改造 他们准备用制造耕地基的技术 彻底改造奥塞尔的肉体 这 这种事也做得到吗 难道深渊教团想要制造 终极杀人机器 机械魔神巫贼 如今这世上 已经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坎瑞亚的文明程度 当然 也难以去做评判 只有深渊教团 一直在追寻坎瑞亚遗落的文明 虽然他们已经连人类都不是了 但执念仍存 信中说 他们要用那座污秽味神像作为基底 结合奥塞尔的肢体 制造机械魔神 而用来替换神像手中保住的新的核心 是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眼睛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眼睛 嗯 哦 我明白了 那些深渊法是一直在搜索的 就是这个吧 想必如此 越说越复杂了啊 不过果然还是和那座诡异的七天神像有关吧 是的 根据信上所说 江眼置于污秽味神像之手 就能为新诞生的污秽魔神 赋予动摇天空岛上神作的力量 这个计划想要对抗的东西 真是巨大到不可思议呢 说起来 既然现在没人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基在哪里 那不如 先从神像这个信息入手调查 嗯 那个到处卖唱的诗人太难找了 不如先去西风大教堂了解一下情况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眉目 教堂 嗯 大音 怎么了吗 没什么 先过去再说吧 巨大的神像 灰红的教堂 蒙德人为了修建他们 必然花费了海量的资源与精力 但收到这份礼物的风神 究竟感受到了多少 又回报了多少 信仰是不求回报的吧 哼 只要神灵心安理得 我也不多说什么 马上就要进教堂了 风神的坏话可不能乱说 而且风神其实 呃 呃 没什么 哼 我本来就没有进教堂的打算 与修女打交道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诶 你是蒙德城的荣誉骑士 深受信任 他们应该会放心让你参与到这件事里 而我的出现 只会徒增警惕罢了 嗯 而且就像小家伙说的一样 我随时都可能说出教会不想听到的话 巨信者踏入虔诚之地 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过去从未蒙受过神明的恩惠 现在和未来也没有必要 好了 这种事说的也够多了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深渊教团可没有停下脚步 嗯 那就我们两个人去问问看吧 我还得提醒你们一句 你们最好也别向教会里的人提起污秽逆位神像 西风教会对神像的事不会置之不理 但如果他们贸然插手只怕会打草惊蛇 而且无论是谁触碰了与深渊有关的因果 一般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下一项工作室 荣誉骑士 你好 最近过得如何 今天有什么事吗 不过先说好 想再借天空之勤是不可以的 看来他还没有发现幻术的事 我们是来打听事情的 巴巴拉听说过 世上第一座耕地基吗 那是什么 耕地基 是用来做什么的 果然不知道啊 那换个问题吧 教会有没有弄丢过七天神像呢 你们是来问那个老故事的吗 好意外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 很久以前 确实有座七天神像 一夜之间突然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当时 几乎所有教会成员都参与了搜索 但最后也没有找到 在教会的记载里 这件怪事被称为失落的七天神像 果然 果然 没什么 还有别的什么线索吗 我是说 还有别的什么怪事吗 对不起了巴巴拉 暂时不能告诉你 我们见过神像的事 这也是商量过的结果 为了你的安全 别的怪事 不太清楚 我想想教会记录过的怪事 暴君的遗愿 不对 时间上应该关联不大 暴君的遗愿 这件怪事指的是 现在被称作风龙废墟的旧蒙德 有一段时间变得非常危险 在很多年前的某段时间里 只要有人接近那里 就会引来从天而降的火球 从天而降的火球 好可怕 当时 人们认为那是龙卷之魔神的诅咒 所以把它叫做暴君的遗愿 这个诡异的现象持续了一年 最后也没能解决 后来 是自己慢慢停息的 嗯 后来教会认为 暴君遗愿的说法站不住脚 龙卷之魔神 按理说不会发射火球 恐怕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引发了灾祸吧 总之 这件事和失落的神像可能没有关系 但其他的怪事 我也联想不到什么了 没关系 还是很谢谢你 谢谢 我好像又听到了麻烦的词 是你啊 罗沙利亚 如果要找骑士团 他们现在没时间 那群魔物又回来了 那群魔物 就是那些曾经借风魔龙之乱 试图进攻萌得成的怪物 那不就是深渊教团吗 他们又有动作了 嗯 他们正在奔狼岭集结 狼群躁动不安 深渊教团或许是盯上了北风亡狼的残魂 至于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能确定 秦团长已经去了奔狼岭 唉 我也要开始暗中行动了 那 那我也要去 秦团长说要你留在教会 做好神职人员的本职工作 可 可 可你也是神职人员啊 对 我们也会去帮助秦团长的 嗯 好吧 有荣誉骑士在的话 但还是请务必小心行事 愿风神保佑大家都安然无恙 原来如此 深渊教团已经展开新的行动了吗 很可能与误会逆位神像有关 我们也去看看 说起来深渊教团去奔狼岭干嘛 难道又要重演特瓦陵事件 呃 重复的灾难就别再来了 不 应该不会 与被镇压的奥塞尔不同 魔神安德流斯早就死了 如今守护奔狼岭的 只是他的残魂而已 深渊使徒将那缕残魂当作目标 或许只是想要从风神眷属的口中 挖出些有用的信息 呃 果然有神渊教团的魔物 不,不要轻敌 我们上 嘿嘿 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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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敌人可真不少 越靠近目标敌人就越多 符合教团的作风 嗯 走吧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呀 难道你害怕毛茸茸的生物 与狼无关 是因为他作为昔日的魔神 却效力于如今的七神 我无法认可他的行为 更不想和他打交道 再说 讨人喜欢是你的本事 我可做不到 与人打交道当然没问题 与神就不好说了 就当是我私人的建议好了 记住 随时都要对神明保持警惕 不要太过信任他们 但也不要走上 推翻或猎杀的道路 其实对于你当年那个仇敌 也是如此 不要信任 也不要猎杀 好别扭的想法 戴因究竟是在仇恨气神 还是维护气神呢 前车之间 我就最后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吧 什么事实 坎瑞亚是被神覆灭的国度 而这就是深渊教团想要覆灭七神国度的原因 闲俩到此为止 先办正事 我去解决剩余的深渊教团 你们也快去快回 事情都解决后 我们在奔狼岭的入口见 他走了 真是个怪人呢 这么说来 你也很提防陌生的神灵呢 那时在黎月 请先点一上 你的选择和待音很类似 真是不容易啊 荣誉骑士 派蒙 你们怎么在这里 呀 秦团长 太好了 找到你了 我们听罗沙利亚说 你来这里作战 所以就过来支援你了 那真是非常感谢 这次暴动非常诡异 深渊教团将奔狼岭层层包围 我正准备调动兵力对抗 我刚在奔狼岭侦查了一番 没想到遇见了你们 听罗沙利亚说 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波瑞亚司 但深渊教团与波瑞亚司 会有什么关联 单纯的找麻烦 应该不需要理由吧 你看 深渊教团已经找过他瓦铃的麻烦 再去找另一个风神眷属的麻烦 也不奇怪呀 也 也有道理 总之 这附近的威胁 无论是明面的还是潜伏的 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荣誉骑士 请你敢去确认一下 王狼是否遭遇危机 魔神的残魂不常见人 但我听说你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有你出面 或许是最合适的 嗯 多加小心 前方的任务就拜托你了 西风的荣誉骑士 看 看那边 是雷泽 还有 深渊使徒 这里 不欢迎 你 呵呵呵 仅剩残魂的狼 竟然还有养护子嗣的习性 是想要作为护卫吗 但他的力量 显然不能与魔神曾经的利爪相比 而只要服从于我们 你就能重获笔尖神明的权柄 就像过去一样 残忍 这是什么仪式 他看上去很痛苦 呃 是类似控制特瓦林新支持的腐蚀吗 能 不屈服 但 不能 再继续 不论几次 你们的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 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 仅仅是一缕残魂 也有这么坚强的意志 但这种微小的变数 不足以影响全局 又消失了 谢谢你们 但 阴森的外来者 不遵守失恋的规矩 我也 注意不到 部下的陷阱 也就是说 是深渊教团先做好了辅持的准备 再以失恋的名义 把王狼唤醒 谢谢你 以后 我的爪子 需要更锋利 你们 闻到了危险 来这里 不 我们是听说的 我们的鼻子没有这么好用啦 除了来帮忙之外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请教 请问 这位魔神大人 你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吗 我不关心人类的造物 不知道耕地机是什么 但只说印象深刻的机械 曾经倒是有一座 它误闯了我的试炼场地 我将它视为参与试炼的勇士 可它没有智能 只想要战斗 它从头到脚 都是为了杀戮而铸造 最终 我的攻击损坏了它 在倒下之前 它离开了这块试炼场 听这些描述 好像不排除是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的可能 是的 它会旋转 跳得很高 还会发射火球 力量虽不比魔神 但比很多持有神之眼的人都强 火球 最近是不是在哪听到过这个词来着 总之 这个消息是不是能说明 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确实来过蒙德 听起来 世上第一座的力量 比后来那些量产的遗迹守卫强了很多呢 但在这个故事里 它好像在狼的试炼里被打坏了 嗯 不知道 那么 帮上忙了吗 帮大忙了 谢谢你们 我们要继续去追查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虽然深渊使徒离开了 但教团的进攻还没结束 你们也要小心 嗯 我能闻到更加危险的东西 你们也保护自己 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我们快去告诉带音吧 呀 带音在这里 你有见过秦团长吗 我见到他了 但刻意避开了他 他是施牙骑士 又是代理团长 必然会对我抱有戒心 若我不谨慎 总有一天会变成他的调查对象 话说回来 我这边只是解决了些魔物 没找到什么情报 你们那边有收获吗 原来如此 那么 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动向的全貌 大致就已经能够拼凑齐了 真的吗 就凭王老说的那些话 不只是凭这一条信息 而是更综合的考虑 比如 你们之前告诉我说 教会传下的那个老故事 没错 正是你口中那位修女提到的 曾被误认为暴君遗愿的奇怪事件 我懂了 所以暴君的遗愿其实是从奔狼岭逃走的那座机器自动发射的导弹 他在狼的试炼里损坏以后 游荡到了救蒙德的废墟 住了下来 只要有人接近 就咚咚咚的发射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坏掉了 所以从天而降的火球也消失了 那时候的蒙德人还没大量接触过一级守卫 就只能解读成是宝君的遗愿了 看来 我们该去那个现在叫做封龙废墟的地方 开始地毯式搜查了 哦 你的意思是 你是说 哦 我也懂了 没错没错 那台坐在高塔上的守卫 确实还让人印象深刻呢 下一项工作室 就是这个嘛 好 用元素视野看看吧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你说什么都没发生 明明我还这么期待 怎么会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是方法的问题 对耕地机用元素视野是不可行的 因为驱动它的能源从来不是元素 交给我吧 我来尝试 嗯 好了 哇 这就是 深渊使徒一直寻找的关键 世上第一座耕地机的眼睛 如今留存的所有遗迹守卫 都是这台机器的仿制品 作为原型机 它的战斗力不受控制 原型机 难懂的词 是凯瑞亚人的术语吗 正如深渊教团所想 若能将眼置于污秽逆位神像之手 以此作为基底 结合漩涡之魔神奥塞尔的肢体 制造机械魔神 就能为新诞生的误会魔神赋予动摇天空岛上神座的力量 没错 那那那那 这眼睛该怎么处理 不 由我来保管它 你 诶 大音 你该不会拿它去做奇怪的事吧 随你质疑我的立场吧 但我必须确保它的力量不被旁人利用 隐秘之地会被挖掘 而教会 在我眼中不值得信任 不仅如此 为了永绝后患 我们还要处理那座污秽逆位神像 不能让教会介入 我们自己处理 至于处理的意思 自然是销毁了 销 销毁 那可是七天神像啊 不仅是很有意义的文物 而且是真正的 神灵的 幸亏之前瞒着爸爸来 否则他现在一定会疯的 七神之物 难道还要我帮他们悉心爱护 走吧 回那座遗迹 我们去砸毁逆位的神像 而且运气好的话 还能遇到深渊使徒 有我在 他就没可能再从你眼前消失一次了 忍耐 这一路上兜兜转转,最后又走回来了呀 好不容易逃出险境,现在又要钻进去 像我们这样勇敢的冒险家 整个提瓦特大路都找不出多少了 如果要去找那座奇怪的神像 只要沿着我们之前逃出来的路线 反过来一路走回去,应该就能找到了吧 嗯,就这么办,我们出发吧 记得提高警惕呀 看来我们到了 怪异枯萎,令人不快的房间 我理解你们所说的恶之气氛了 还是这么恐怖的环境 小心,不要被污秽逆位神像的力量压倒了 深渊使徒问SAF 深渊使徒就在这里 呵呵呵呵呵呵 敏锐的嗅觉 你还是这么讨人烟啊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有股可怕的血腥味 是来自漆黑的噩梦 亦或是 真危险 你也有那种腐朽的味道 让我熟悉 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危险的事物 但教团以外的危险之物 都该被放在笼子里才对 你的舌头恐怕也腐朽了太久 该切了 不是 不夠淘汰 不夠淘汰 快點 床 按 不夠淘汰 快點 是 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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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殿下 那 那个人 难道就是 凝 凝 等等 他刚才替深渊使徒挡住了攻击 你的哥哥 好像和深渊 凝 为什么你和戴因在一起 你的哥哥 认识戴因 空 我们又见面了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戴因也知道他的名字 凝 你不该和这个人同行 这个人 是我的敌人 空 但这是必须对你说的话 赢 不要与戴因一起来阻止我 不要阻止深渊 那个人 戴因斯雷布 他是凯瑞亚末代宫廷卫队的末光之剑 在五百年前 他未能阻止凯瑞亚的灭国 那时他深受不死诅咒 流浪荒野 只能看着他想要守护的人民 化作深渊的怪物 你说 戴因是凯瑞亚人 五百年前经历灭国的凯瑞亚人 而且你说人民化作怪物 是说现在的深渊教团 不只是和凯瑞亚有关联的程度 根本就是凯瑞亚的移民本身嘛 还有戴因是你的敌人什么的 一下子完全告不清状况了 家 当然 有赢在的地方 就是家 但我还不能与你去往下一个世界 寻找新的家园 至少现在不能 在深渊淹没神座之前 我与天里 有一场尚未完结的战争 听我说 盈 我已经有过一次旅行 所以 你也要像我一样抵达终点 才能在自己的眼中 留下这个世界的沉淀 我们终将重逢 但不用急 盈 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等你 我们的时间 从来都是足够 他们走了 别这么伤心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往好的一面想吧 这次至少 已经找到很有用的线索了 嗯 是吧 是吧 总之 以目前的情形而言 寻找亲人的突破口 除了气神以外 又多了一个带阴吧 没错 对了 他们刚才说的话好难懂 你听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吧 首先是那个深渊使徒 他把你的哥哥叫做王子殿下 看来你的哥哥正在统领深渊教图 而且地位比深渊使徒更高 又来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了 还有 你哥哥说他的目标是 叶末神座与天理作战 这是什么意思呢 曲起来 是不是要复免七神与七国 然后 深渊教团的怪物 就是凯瑞亚灭国时的人民 扭曲成的怪物 这真是可怕的故事 戴因也是凯瑞亚人 五百年前也经历了那一切 但他没有变成怪物 而且在五百年后的今天 正对抗着深渊教团 也就是 你的哥哥说的 戴因正在与他为敌的意思吧 但是 如果深渊教团的怪物 是当年戴因守护的人民 那为什么戴因要与深渊教团敌对呢 另外 为什么 我一直在陪你寻找的他 现在却和深渊教团的怪物站在一起 嗯 没错 那 打起精神来 我们的旅行不会结束 该动身了 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 先回到阳光照耀的地面上去吧 如果你的哥哥要你抵达终点 好啊 那你就抵达给他看 离行者 我们走吧 我不能 自己 they 先 実 他 蹭 子 爹 啊 hier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